不是成功的才要去洗學歷 有的人是沒有辦法 洗了學歷才成功 沒有辦法達到他心目中成功的境界 所以他認為洗學歷是必要的一部分 可是不一定洗了會成功 那學校裡頭就學校的角度來看 但是不洗就沒有希望 洗了還有製造一點希望 所以我建議 其實以後的公職人員競選 他的學歷欄 就是國內的大學最高學歷 後面的通通不接受 就算合格的 就好像張善政的Stanford的Master 還有Cornel的博士 通通不要學 沒關係 我覺得重點在台灣哪一個大學的學士 才能夠區隔 你這樣太沒有國際觀了 國際觀在後面 人家問你你才講 不 沒關係 但是現在我們是 據我知道有人高中沒有畢業 他已經去告了一個在職台大政研所的碩士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人還已經做到民進黨的黨官的向這個高級了 我昨天才聽到的 所以這就是很明顯的 他可以用台大政研所的碩士洗掉他高中沒有畢業 後面都是同等學歷是不是 我昨天聽來的 不是你有了後面哪一個 通常前面那個就消失了 沒有高中學歷你就沒有辦法念大學 你要有同等學歷證明嘛 然後沒有大學的同等學歷證明 你就沒有辦法考研究所嗎 他們一定有辦法 也許在職專班不需要這個要求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對這個不在 因為你沒有想要洗當然不知道 不過講回到林志堅這件事情 其實林志堅這件事情 在蔡英文定調要挺林志堅的清白 就台大裁定之後 大家都說那沒有退選這件事了 所以一度我還以為你預測錯 因為你一開始說林志堅會退選 我一度還以為你預測錯 因為蔡英文出來 我是台灣最早講 一定會換人 而且換了就是大阿哥 對不對 大家都笑我 那政府好像不高興 所以我講到14阿哥16阿哥 我還是對的 但是我最後兩個禮拜 我有一點 你有動搖嗎 我有一點不強調 為什麼 因為我是來自運鵬的辦公室主任 夠高層吧 為什麼我相信他 因為他也是我以前的主任 我的主任也是運鵬的主任 他告訴我 我很早就告訴他準備準備 運鵬非選不可能 他不會有事 我說一個禮拜以後 非準備不可能 他說不會有事 換了運鵬也不會選 我還能講什麼 我的心就動搖了 最後還是證明我對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覺得社會上 不管藍綠 一方面大家都在想 就想不透蔡總統 蔡總統你的處理很奇怪 因為最後他是說 一個人占桃園 另外一個占清白 我覺得這是經典 這是經典 我覺得叫運鵬去佔桃園有道理 因為你換人了 但是叫林志堅繼續去佔清白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應該留在桃園佔清白 一起佔不是比較好 那林志堅也太差距 而且民進黨也太差距 既然的清白 他的清白 那你還換他 你這麼相信 你為什麼會覺得 他會一個人拖累整個民進黨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想通了沒 我半通了 因為這個問題很難 但是我用一個字來解釋 蔡英文的心中經過的心路歷程 的一個可能 三個可能 你不是習慣要四個可能嗎 我後來我覺得 每次講四個都會被人家笑 所以我把它歸納成三個 那三個都來自同一個 一個字表示 你猜猜看哪一個字 我不知道 你上次說他是婚君還是暴君 你要用婚嗎 我覺得愛 這個你有沒有很吃驚 很吃驚吧 都來自愛 愛林志堅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同志之間的道義之愛 同志愛 就像運鵬講的 那麼高夏語 說如果你有一天委屈 難道你不需要大家挺你嗎 這是同志愛 對不對 那你曉得相信他是清白的 這種同志愛是可以相信的 如果你明明知道他是不清白 你要用同志愛的話 這就婚君了 但是婚君我不會罵每個人都婚君 婚君這個頭銜是專屬總統的 但是這是第一種同志愛 第二種是溺愛或者是寵愛 你是嘉義人對不對 我台南人 我們南部我小時候講的台語 有一句台語就是說 溺愛不明 你有聽過沒有 溺愛不明 就是說溺愛一個人 你對他的是非就失去判斷哪裡 就是說我家的小孩是拉力頭 也比隔壁的 拉力頭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好 對 這溺愛不明 這有可能嗎 我認為有 因為要不然就沒有那種小鷹男孩 小鷹小某某XX那種話 但這種情況只能發生在小鷹身上 沒有人會溺愛 零之間到這個程度 但是想小鷹往這條路去想 對元首有一點不敬 所以我只能很快的帶過 那第三個愛是什麼愛 是自私自愛 因為小鷹前面已經堵了 然後他又叫全國的統治 都挺靈之間 結果通常是元首或是黨主席下這個令 大家多少少都要應付一下 結果是大家不太理 那個民主也不接通告 說斷在報道 我照新名 你把我叫我晚上去上節目 其實聽說反應不好 只有一小部分的1450 應付應付以下 所以這個大概是小鷹為自己判算 就是說我既然逃世了 我既然說他是清白的 我如果不繼續講他清白 那我這個臉沒得掛 我這個是有傷了我作為總統的尊嚴 但是這次讀很大 這是讀未來 下個禮拜就未來 這不是看很遠 因為下個禮拜如果中華大學說他也是抄襲的 那他要怎麼下一張臉書總統要怎麼寫 繼續站清白 清白現在有兩個戰場 一個在台大一個在中華 他可以這樣講我幫他寫稿 他可以講台大跟中華大學 雖然一個是國立一個是私立 但是都是學術 都是學術原地 我叫大家挺他站清白 這是法律 要宿院 要修閣案 那是法律層次 所以在法律層次 我們繼續挺林志堅同志站清白 那這樣這個民進黨就栽在他的手裡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說要林志堅退選 是希望這件事情挺損 就是說因為這件事情會有外溢 那不只這個桃園有事 可能新竹有事 台北有事 新北有事 到處都會遍地烽火 所以才要他退選 那理論上是這樣嗎 理論是理論 但是就這個決定 到底是他一個人的想法 還是模式 他模式他給我兩三個 要自備的 林耀福 還有什麼就是副秘書長 這些總統府的 都是一個叫林耀福 還有一個叫什麼 林喜耀 一個叫洪耀福 洪耀福 林喜耀 這要自備的 是聽他們的話 還是小英看到民調自己做的決定 這個我們不知道 對外的說法都是林志堅自己堅持要退 不要影響到同志 拖累到同志 但是其他人都餵留他 叫他不要退 這個我不太相信 你不相信 這個是講得漂亮 如果林志堅去官邸說 小賓拜 我不要算 大家說不錯 這算 他當然繼續選 所以這個也許頂多是一半一半 我覺得不會完全來自林志堅的意志堅定 說我不要了 因為我害了大家 是這樣嗎 是這樣的話 就不需要請那麼多人去官邸 再開一次會議 這個 大家一起集體餵留他 不不 總統 如果總統自己已經有譜了 林志堅也表態了 總統可以叫他的手下 都打個電話給那個要自備的 給柯建民 就說他不行了 就喝足力 就這樣決定了 不需要再開一個高層會議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還是 很大一部分總統 你還是要扛下來 你的決定 當然他寫的說明拜 那這說明拜 表示說一兩天前 你的決策是很大的錯誤 所以這一點科幣是對的 我一向不太看得起科幣的發言 因為一些愛亂 他是來亂的 但這一次他講得不錯 他說有這樣的判斷方式 跟判斷結論的國家領導人 對國安是很危險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小事 那個才是大事 那小事你判斷成這個樣子 大事我們怎麼能相信